你们看从欧美考察回国的魏力皇将军如何 可以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 将对共产党态度友好的魏力皇送到了美国 美其命约 让魏力皇带着夫人去美国进行军事考察 实际上蒋介石是为了减小内战的阻力 这时候他对和共产党的内战还是很有信心的 然而战场上的局势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想的那样发展 甚至一年后 局势对国民党的军队越来越不利 蒋介石这时想起了魏力皇 忙致电魏力皇 照他回国拯救危局 魏力皇其实并不愿意和自己人兵龙相见 但蒋介石多次照他 拖延了一段时间 魏力皇不得于1947年年底 邪妇人韩全华女士回国 魏力皇从上海的港口回国 刚上岸休息 就接到了蒋介石秘书处的电话 催促魏力皇速速回南京见蒋介石 魏力皇只好马不停蹄地从上海赶回南京 直接去了蒋介石的官邸 蒋介石面色不太好 眉宇间都有些愁绪 说 俊儒 你终于回来了 现在全国的战局都很紧张 东北的局势尤其让人担忧 你对东北的战局有什么看法吗 魏力皇实话实说 抗战后我就没怎么参加军队的工作了 如今又刚从国外回来 并不了解当下的局势 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意见 请委员长谅解 蒋介石笑着说 俊儒 我喜欢你的直率 你不了解东北的情况 我叫人给你介绍一下 蒋介石话语间透露出想派魏力皇到东北主持大局的意思 当天下午 国防部作战厅一位少将主任来到魏力皇的家 向魏力皇介绍东北当下的局势 魏力皇的心情却很复杂 根据这位少将主任的介绍 东北战场已经很难挽回了 而蒋介石召回自己 想让自己接手东北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碰巧魏力皇得知自己的好友王力环师长 从东北来南京述职 他特意找王力环打听东北的情况 王力环对老朋友很真诚 说 魏总 东北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军军心涣散 能用的部队不足20万 解放军能用的部队却有70万左右 加上地方军能有百万 你这次如果能推掉任命 是最好的 有权有力的事他们就争 弄得不可收拾了 就把这烂摊子交给别人 让别人去当替死鬼 蒋介石此时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仅战场上有压力 美国方面也不断给他施压 蒋介石很快又一次召见了魏力皇 蒋介石 俊如 我决定成立东北 华北 华中 华东剿匪总部 各方面的总司令 我已经想好了 想任命你为东北剿匪总司令 魏力皇自然不会接这个烫手山芋 盲推辞说 委员长 陈诚对东北更熟悉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计 现在换将恐怕不合适了 蒋介石故作为难地说 陈诚要是能胜任 我就不会召你回来了 魏力皇表示 这东北剿匪总司令 我也难以胜任 蒋介石见自己说不动魏力皇 只好找了其他说客 比如张群 雇助同等等 不过魏力皇态度很坚决 这些说客都碰得一鼻子灰 最后 蒋介石见说不动魏力皇 改变策略 想让魏力皇的夫人 韩全华劝劝魏力皇 陈诚的夫人谭祥女士 亲自出马 到魏力皇家探望 谭祥对魏力皇说 辞修病情严重 东北的担子 魏先生来担 魏力皇只说 慈修兄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他更熟悉东北 离我合适多了 谭祥见魏力皇油盐不尽 就拉着韩全华装可怜 说魏夫人 你劝劝魏先生吧 救救我们一家 韩全华听了很不高兴 他虽然不懂军事 但也不是傻子 东北的烂摊子 凭什么让我家去收拾 因此 韩全华很不给面子的没有接话 可惜 蒋介石毕竟是长官 魏力皇胳膊拧不过大腿 1948年1月27日 蒋介石直接下了任命 各大报纸的显眼位置 刊登了魏力皇被任命为 东北脚总的消息 以此逼迫魏力皇上位 韩全华在报纸上 看到了这一消息 和魏力皇大吵一架 气氛地问 让你去当替死鬼啊 东北的局势 就连我这没有军事头脑的 女流之辈都能看明白 你的部下也都不赞成你去 你怎么能答应呢 自从韩全华和魏力皇结婚后 两人相处一直很愉快 从未吵过架 可见韩全华是真的急了 魏力皇当然没有答应 是被赶鸭子上架 立即就要和自家夫人解释 就在这时 蒋介石的秘书处打来了电话 说要请魏力皇到总统府用午餐 还说让魏力皇带上夫人韩全华 魏力皇和夫人简单解释了几句 韩全华无奈 只能和魏力皇去赴宴 魏总 共军的炮火就要封锁机场了 快走吧 你们走好了 我哪里也不去 这里最好 韩全华自然有宋美龄招待 蒋介石一见魏力皇 就拉着他说 俊儒 过去十几年 好几次你都挽救了危局 过去的事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今这样的紧急关头 我只能信任你了 所以才让你去东北啊 魏力皇跟着蒋介石多年 两人还是有些情分的 听蒋介石这么说 心中有些犹豫 蒋介石接着交心 东北军政大权都交给你 有什么困难 或者有什么要求 你都可以提出来 我优先解决 你不要有顾虑 就算战局失利 也不是你的责任 魏力皇虽然有些动摇 但是还是冷静地分析到 主要是东北的军队 都被切割开 围困在城中 没有大量的部队增援 是打不了仗的 只能守城 蒋介石用商量的语气说 你看这样如何 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 后期方面也优先补给东北 魏力皇知道 如今自己反抗也无用 任命已经昭告天下 蒋介石又这样好言相伤 自己已不能拒绝了 两人又说了一些东北的情况 是从近来报告午餐 已经准备好了 两人就停止了谈话 一同去了餐厅 宋美龄和韩川华也已经到了 双方分别落座 期间 宋美龄一直询问魏力皇 韩川华去欧美考察的见闻 蒋介石和魏力皇 就没有再谈论东北的事情 1948年1月21日上午 魏力皇由南京军用机场登机 前往北平 他要先到北平和华北剿匪总司令 傅作义讨论军情 之后再飞东北 傅作义和魏力皇抗战时期 曾一起共事 关系亲密 见了面很高兴 但谈起东北和华北的战局 两人就高兴不起来了 魏力皇在北平住了两天 就又飞东北沈阳就职东北交总 陈诚带着人到沈阳机场迎接魏力皇 然后两人就住在同一处关底 一同办公 抵达东北 魏力皇才真正了解到 东北的局势有多糟糕 2月5日 陈诚离开沈阳飞回南京 魏力皇艰难支撑东北战局 然而东北的局势 谁来也是无力回天 1948年11月1日 沈阳失守 魏力皇只能乘坐飞机飞往北平 差点就没命回来了 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 将东北战败的责任 全部推到魏力皇身上 并命令北平的副作义扣押魏力皇 后来 甚至将魏力皇软禁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